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能是其他东西 跟妈妈喝茶吃饭 平足 做人妈妈最开心的 见到自己的小朋友有成就 见到自己的小朋友开心 见到自己的小朋友身体健康 见到他们两兄弟很和睦地相处 而且他们也孝顺我 会关心我 发自内心那种关心有的 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 应该两三岁 那时刚生完弟弟 我又想折食 我又想减肥 终于在厨房暈倒了 然后我的大儿子 走进来叫我 妈咪妈咪 叫醒我 那种感觉是很开心很愉快的 因为他会关心我 谢谢妈咪多年来给我的一些经历 例如今次去美国面试 也是第一次 也是很突然 小时候让我参加一些舞台剧 然后自己出去再做一套 其实也挺有成功感 让我在这些东西里有成长 谢谢妈咪 之前的母亲节 他是陪我去找妈妈 或者陪我去找奶奶 之后的母亲节 他们不在香港 他们会在母亲节那天 会在Facebook留言 母亲节快乐 我月头刚刚生日 我儿子打电话回来跟我说 妈妈生日快乐 我在Facebook跟他们说 我说其实我很想我的生日 有我自己的儿子陪着我 我不想孤独地过生日 那我的儿子说 你放心, 明年我陪你了 做妈妈的先听着吧 先甜一甜 你最想去哪儿? 不去哪儿? 不去哪儿? 去哪儿? 有空去哪儿, 好吗? 好 母亲节快乐? 好 我何时生日? 其实妈妈, 我真的可以 我真的忘记了 你何时生日? 我真的忘记了 你要记住身体健康 对于妈妈来说 母亲节的快乐 当然是见到小朋友健康快乐地成长 三位不一样的妈妈 又会怎样度过她们的母亲节呢? 你好,妈妈 母亲节快乐 你自己去玩吧 我还在台湾回来才陪你 就这样吧,再见 再见 其實我都准备了一份礼物给妈妈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的礼物 只是自己弄了一点心意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话袋 是我亲手逢的 逢了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这个其实是自己弄的 类似自己的品牌 虽然还没拿这个专利 但也很快会拿到 第二天她母亲节 可能会有更多东西给妈妈 就是这样 谢谢 母亲节快乐 她说我是魔鬼 我很难接受 可能因为以前真的对她 我不理解她有学习上的障碍 所以我罵她 在她成长的过程也不容易 尤其在我这些更年期 大战她的青春期 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不过我绝对不是魔鬼 但是如果妈妈做得不好 但我儿子,我相信她会原谅我 因为我也原谅了你很多次,对吧 扩大而已… 至于是否天使呢,我也未是 不过我也希望自己可以 成为别人的天使 她们也是 她们是我的小天使 我希望她们越来越大 她们成为更多人的天使 好 多谢妈妈 和母亲节快乐 就是亲的我来送给你 好…多谢你 妈妈 不要太辛苦了 我们会… 好… 好… 相互帮忙忙手做很多其他事 就是没心事快乐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